时尚有轮回,但郑秀文的时尚好像没有过时这一说 哪怕在千禧时尚这个建议普通人不要经意尝试的雷区领域 他都能玩得得心用手 接下来就想和大家一起从他这十年间的荧幕造型入手 以设计语言的角度切入 一起破解千禧年时尚中最具挑战性的设计语言 低腰 提起低腰,你的脑海里是不是已经浮现出低腰牛仔裤短上衣的传达方式 没错,千禧年的时尚就是这么敢穿,敢亮 不过如果想要尝试低腰风格,在我看来 并不意味着非要去死磕这种持股线高度的低腰牛仔裤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服装中的所谓降腰属性 换句话说,它不一定真是低腰 这就是一场完完全全的视觉游戏 先简单拿郑秀文荧幕造型中一个很经典的搭配套路来说明 他经常选择合身,但不强调腰部曲线的上衣搭配直腾的半长裙 拿着他造型和时装时尚的新风帽对比的话 New Look强调纤细的风调,几乎把腰线推到视觉中心 而郑秀文的荧幕造型则更随性 不刻意突出腰部曲线 看起来就好像腰线滑到了更低的位置 这么一看,这所谓的降腰属性 重点之一其实就是腰会偷懒啊 当然,降腰的手法不仅限于此 第一种方式就是制造层次去强调 郑秀文的造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很有拨厚风格的飘逸长裙 这些裙装大多不会有收腰的设计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通过制造层次的方式 将视线勾到腰部一下 配饰就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你可以像郑秀文一样在下腰部位系上一条腰带 宽窄皆可,流速细节也可以瞬间增强波西米亚的氛围 腰带不仅能增加层次感 像个视觉绳索轻轻一转就把目光往下拉 还能通过制造褶皱 利用面料的垂直感顺滑地把腰线推到看起来更低的位置 不需要任何复杂的设计就能让腰线凭空下降几公分 低腰杆瞬间上线 另外像长款衬衫啊,连身裤的款式 它都可以派上用场 下装再随意搭配套牛仔裤 无论是街头散步还是办公室小会 你都能气场全开,帅气十足 这也让人联想到上世纪二历年代的Flappery 当时的时尚流行解放腰线的低腰风格 这里找到几件那是设计师的作品 果然设计语言产生共鸣了 第二种方式就是模糊存在,不去强调 比如正绣纹的造型中 这种可见层次 卷在腰部以下的叠中叠穿搭 这种叠穿搭法可不仅仅是为了时髦好看 它还是将视觉重心 从腰部悄然转移到下半身的好方法 长短部一的多层上衣组合 自然地模糊了原本的腰线所在 把焦点引导到下半身 长款衬衫或者超大后开衫随意披上 通过延展身形的线条和垂坠感 让人更关注整个造型的流动性 给人一种腰线消失在衣服的延伸中的错觉 重叠转移到了腿部和下半身 腰线自然就这样的不知不觉 当然,如果你觉得叠中叠的方式过于失败 你还可以试试正绣纹的长围巾 想象一下随意把一条长围巾搭在搏件 随着你的步伐轻轻晃动 围巾的垂感无形中就把视线从胸口一路带到腰部以下 还有更有趣的 在百年好和这部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角色甚至提供了一种将横向 竖像两种将横属性叠加在一起的双重奏 果然,时尚这场游戏从来就不缺创意 其实如果回看千禧年间 或者近几年有以千禧年为灵感的绣场穿搭 可以发现这些设计虽然在视觉上各有迁就 但其实背后都有着相似的内在逻辑 当然,我们日常穿着肯定不会完全照搬这些绣场风格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当我们看懂了这些服装语言后 就能够用全新的视角更好地审视自己衣橱中的服装 这样一来,也就能够更明智地打造个人风格 毕竟,所谓风格归根结底 是你穿衣服,而不是衣服穿你 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这种有关服装语言讨论的内容 想要看到更多 也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告诉我 我是安迪,下期见